下面 第七个问题 弟子学佛前结婚 婚后才知 丈夫是一名小偷 常年以偷盗为生 屡次进渐于而不悔改 多次劝导也无用 二十年前 只好和他了 离婚与女儿一起生活 请问老法师 向我这种情况离婚 将来的果报 也会如此吗 我念佛还有用吗 念佛当然有用 而且念佛最好 那么你二十年前 就离婚了 这个时间也很长了 如果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海南 海口监狱 有一份非常好的资料 可以让你丈夫好好看看 认真去学习 他就会回头 回头生安 那么既然这么长了 那就不必再说了 但你女儿在一起 我相信你女儿也有二十多岁了 也许已经结婚了 她能够自立 能够养活自己 那么你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万云放下 一行念佛 求神进度 如果疑问很多 离平经 我们在这个网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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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教学 或者是在光碟 都可以帮助你 特别是在光碟 不要听多 听一步进 反复地听 一边听完 听第二遍 二遍听完 听第三遍 古人常讲 读书千遍 其意自己 听多了 心定了 慢慢的 就会觉悟